完成檔,第一次上課的這個完成檔裡面 你下載的話,直接上面有個箭頭啊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不太會下載雲端硬碟上面的東西啊 你就上面有個箭頭 那因為我傳上去的檔案沒有轉換了,所以它 也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XLSM的一個檔案 那下載之後的話,在你的那個Chrome,記得一定要用那個Google瀏覽器 把這個檔案再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就是我們上上禮拜做的 大概就停留在上上禮拜的部分 好,那這個檔案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我們再繼續來看就是說 其他的東西,包含就是那個 之前上課的,我想比較重要的 我都會把它記錄在這個程式碼裡面 那也就是說當然上面有一些畫面 不過這個畫面的話,可以參考之外 我最新的都會 放在這個 程式碼裡面 那旁邊這邊有個Home 有兩個Home檔 這個是表單 也就是我們之前設計的表單 我把它匯出了 那匯出會有兩個檔 那你們將來,當然如果你 上禮拜 上禮拜那個 假如你這個表單沒有存到檔的話 你也可以用我的 或者你可以把你的移除掉 用我的也可以 那怎麼樣把它 大概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這兩個檔 你將來用匯入 然後指向這兩個檔 下載的路徑 就可以把表單 放到 我的表單放到你的 專案裡面 那我們大概簡單來 回顧一下 裡面大概就是 幾個重點 所以 將來程式碼 記得使用的方法 在點開之後 當然這邊可以複製 不過我建議你 右上角有個彈出視窗 你就把它彈出之後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 上禮拜 上上禮拜的東西 包括就是說 我們是用內建函數做 也有點像是 複習入門班裡面 所講的 在利用什麼 這個sub 建一個標準體重的 一個程序 然後裡面的話 可以判斷男女 並且把最後結果 怎麼樣 輸出到那個指定的居欄裡面 這個我想前面 做的東西 就是 全部通通會在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 如果你將來要參考 所有 前面 錯過的程式碼 通通都在這裡 所以我講過了 你最少 你一定要學會 你找到資源之後 要懂得 複製那一段程式碼 如果你開了範例檔之後 你要知道 一定要新增一個模組之後 再把這個程序貼上去 那 我想你初期 要從頭 從頭寫 恐怕對各位來說 比較複雜啦 所以 大部分同學都是 從什麼開始呢 從貼上之後再來修改 也許你的工作裡面有 類似的需求 那你就直接 怎樣 至少你 知道說貼上之後呢 要改哪些地方 才是重點 所以上禮拜的話 我們是 把這個地方 做出程序 然後呢 做出制定函數 就是 再把它做一些修改 那 制定函數裡面呢 本來只有一個身高 再加上一個性別 這邊的話就可以 有一個結果 當然你也可以上顏色啦 這個好像我們也沒有講到 那 另外就是說做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需求很簡單 我發現現在工作上很多人 都會有 做表單的需求 而且有這個部分的問題 好像蠻多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呢 有一個資料 那將來那個資料的話 你希望怎麼樣 希望能夠讓他可以有一個 填寫的 一個表單 這邊把它啟用 這邊有一個啟用 特別重要 你們等一下看到這個 一定要把它啟用 因為裡面如果有VBA 你沒有把它啟用的話 就不能 不能再執行它 比如說你將來的話呢 會有一些類似 像這樣的一個欄位 欄位比如說是身高 性別身高體重 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會藉由一個表單 可以填完之後 假設這個表單 填完之後的話 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新的 一筆記錄 幫你填到這邊來的話 那這個表單的設計 就是我們上上禮拜的那個 重點 所以如果你有點 有點忘記的 沒關係啦 忘了發了一個信件 就是那個論壇 你把它加入裡面 就有以後的所有的影片 反正你把這個部分重看過了 那我們就 不再重講 因為 我們的時間非常寶貴 所以如果那部分 假設你有一點忘了 沒關係 你就把它聽 反正聽一遍聽兩遍聽一百遍也沒關係啦 反正聽到 完全熟悉 你以後的話做這個表單 就會非常容易了 那這個表單裡面的重點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 如何按右鍵 新增這個表單 新增這個表單 所以制定表單嘛 應該還記得吧 把它改成叫 Home 並且把 Caption 屬性改這個 那底色的顏色把它改成 就是它的 back color 把它改成 淺黃色 另外的話 再做什麼 做一個 label 有沒有 應該標籤吧 這個我想 一定要動手熟悉它 然後呢 分別做一個 當飯本 然後把它複製 複製完之後的話呢 旁邊再放這個是叫做 叫做什麼 Test Box 文字方塊 然後你把它拖拉過來一個 一樣做範本 然後再把它往下 那這個的話是下拉清單 標準體重的話 因為自動產生 所以這個的話用label就可以 然後再增加兩個按鈕 做完之後的話 記得把這個名稱修改一下 好像印象中這個有改成ABCD吧 然後這個的話是 B 第一個第二個吧 然後呢 再來就撰寫程式 那我們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 都有留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畫面之外 底下的話 如何加下 下拉清單 就在這裡 也就這個是買 我是這個名稱 好像叫做買 買D吧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 叫買D 然後 裡面的文字 就是點 什麼 點 and item 那當什麼時候會需要當 這個 就是當這個表單 什麼 activate 這個有沒有 然後就把表單放進去 應該還記得吧 所有東西都在這裡 還有按下那個button 之後的話呢 它可以幫我把資料填進去 那這邊 我做了一個 就是說 去呼叫那個我們制定的 function 制定的那個 那個函數 那制定函數 不是說只有在 Excel裡面 可以 可以使用 你在表單裡面 也可以使用 所以兩邊的話 這部分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另外的話就是 清除資料 那還有就是 防止 比如說它 裡面的資料沒有輸入的話 包含 ABC 假設有一個沒輸入的話 那就是怎麼樣 讓它一定要輸入 那其他的話 還有怎麼樣啟動表單 那今天的部分 我想就是從這邊開始 往下 OK 啟啟啟動表單 我也應該要講到吧 就是說 反正就是 home點秀就可以了 那你就把這個home點秀 再加一個按鈕 那個按鈕叫啟動表 按下去 它就彈出來了 就這樣而已 那等一下的話 因為 我們的需求大概就是 如果說 每個人假設說 通通都已經把資料都填上去了 填完之後 假設這些 這個欄位 這個資料其實是 因為我們練習的 所以這個不算 所以這一欄不算 你可以把它delete 掉沒有 主要是把 這一些資料怎麼樣 我希望把這些資料 集中在一起 每一個人都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最後怎麼樣 以前的做法 也許是寄給leader 然後請他全部把它匯整 那是很麻煩吧 每一天都要匯整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呢 最好的方案就是說 一般現在的做法是 你自己個別的 就放你自己個別的ecell 但是如果你要集中在一起的話 也許 公司 內部有資料庫 你就把 所有人的資料 通通都匯整到 那個資料庫 並且把舊的資料給刪掉 你明天再來 你就會新增 下班前你再把 資料 匯整到資料庫再刪掉 每天 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集中到資料庫裡面去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也就是個別的資料 比如說我這個個別的資料 那我匯整到這個資料庫裡面 那每個人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有的人通通怎麼樣 通通把資料 倒進來 那以後的話呢 做完一天的 你就把資料刪掉 所以最後的資料 最完整的 都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以後如果要查詢的話 比如說我要查大家 全部的資料 那我就到資料庫裡面查 就OK了 但是呢 這個技術 坦白講是真的蠻複雜的 只要講到資料庫 這三個字 你要把資料庫學好 你說要 一次上課就把它講得很清楚 不可能 所以呢 我們集中火力 在你們需要 學會的東西上面 也就是說第一個 如何把 Excel的資料 變成一個資料庫 所以我們要第一個 要先產生資料庫 那目前 最簡單的方案 當然就是用SS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轉成 Seql Server 或者其他Oracle 買Seql 反正資料庫 名稱雖然不同 但用法都差不多 都有支援一個語法 叫做那個 Seql Seql就是資料庫的溝通語言 Sql 這個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要把資料 寫到資料庫的話 你要跟資料庫做溝通 他要給他看得懂的語言 就跟他說 我今天要新增 五個資料 這 五個欄位的資料 請你幫我 放到 資料庫裡面的那個 對應到的資料表 裡面的五個欄位 我就把資料放進去 但是你要懂得 Seql 語法如何下 OK 所以第一個是建資料庫 第二個的話 是學會這個簡單的 Seql 語法 第三個的話呢 再跟 怎麼呢 跟 Excel做溝通 Excel的資料 那我有辦法做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他自動幫我把資料庫的資料 丟到那邊去 這個地方 還需要學會一個 叫ADO 因為Excel 本來是沒有辦法跟資料庫溝通 必須藉由一個 一個外掛 這個有點像一個外掛 然後呢 把資料 倒到資料庫裡面 舊的資料就把它刪掉 大概 我們今天 要做的事情大概就這樣子 沒有很多啦 我也不要講太複雜 不然到時候你們也可能 聽得很一頭霧水 但是集中火力 我教的就是 你們可能需要的啦 你們可能不需要的 我也不要講太多 不然的話也增加各位的負擔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許我雲端上面有其他的東西 你自己再看看啦 因為這東西實在是 一門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要 將來要處理大數據的時候 你不懂這些東西啦 就真的 可能就很多東西 你就沒辦法 很快的把它處理完畢了 OK 所以這一套東西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說明 請各位 今天大概就是 至少啦 雲端的東西 在那個 如果你沒有記起來的話 一定要記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前面的影片 我每一次以後呢 就不會再寄 連結給你們 我會直接貼到論壇 所以請各位 自己就加論壇 反正我貼了 今天上課的影片 你們也會收到 然後 再來就是說 今天的部分的話 你就直接到我們雲端上面 那 這個是程式嘛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上一上禮拜的東西 沒存到檔 乾脆你就直接從這邊 從問題01裡面 表單設計的完成檔 乾脆直接把這個檔下載下來 我們就接著做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 雖然上課時間有限制啦 不過雲端的資源是沒有限制 你隨時24小時要上去存取 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記得把 那個 這個網址一定要記起來 也許你用手機也可以看到啦 反正你 講義有沒有 你如果 用手機連到這個網址 你打開手機也可以看到講義啦 所以你沒事有沒有 利用索碎時間 也可以看一下嘛 反正後面我們要上什麼 其實都非常的 明確 就是這些東西 那影片的話也是一樣 反正你就加論壇 裡面的話我會把影片放在裡面 你隨時有空 的時候 你就自己再把它 再稍微看過啦 我建議就是這種東西 一次要學會 除非你本來就有基礎啦 也本來你可能就是在做 這方面設計工作的話 但如果不是的話 恐怕 一定要花比較多時間 這當然是 很 這個 現實的問題 就是 這種東西是一個 大家都想學會的技術啦 不過 這種技術裡面 真的也是 光一個 一個SQL好了 要多久才會學得會呢 這個 絕對不是 幾個小時的 不過 我會 想的大概就是 你們一定會 最需要的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是 先從 建資料庫 然後再來就是 把資料放進去啦 大概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Excel怎麼樣把資料放過去 其實你就把這一套當範本啦 以後你就是 遇到狀況 你就多演練幾遍 RUN熟了之後 大概就這一套啦 至於有些可能沒講到的 反正也許你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也是一種方案 另外在雲端上有一些 或者在坊間有一些 關於 VBA 如何連結資料庫的書籍 非常多 你也可以去看看 不過 那些書籍 真的 很大部分都是在賺稿費吧 我發現它寫那麼多 可能我們需要的部分 只是那麼一頁 一頁兩頁而已 而且它講很多啦 可能方法大概四五種 其實你大概只要會一種就好了 因為我以前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 一本ADO的書可以這麼厚 然後我真的很認真 把它全部看完 但看完之後 我倒不會不知道說 到底用哪個方法比較好 後來我發現 其實就是用SECLE最簡單 所以你就資料庫溝通 你就要把SECLE 學會 大概就差不多了 就是跟資料庫溝通的一個語言 SECLE裡面你也不用全部學吧 最重要有四個東西你就學會 一個是怎麼樣查詢資料 一個是如何新增資料 這兩個最重要 順序的話一定是新增過去 再把它查回來 大概這兩個就夠了 衍生出來可能還有另外 就是如何刪除資料 比如說你有些資料不要了 對不對 如何刪除資料 另外的話 如何修改資料 大概就這四種 其實 基本上 就已經綽綽有餘了 所以SECLE語言 裡面 你就把最重要的四個 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學會 大概應該 我想 一般性的工作 都綽綽有餘了 OK 所以很多東西 用來用去 奇怪怎麼都是 這四種東西 最常用的 就是新增跟 查詢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會先 把我們的 Eseal 新增到 哪裡呢 新增到那個 就是資料庫 然後呢 其實還可不可以查回來 當然可以 再把它查回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先 把那個 上個禮拜 我想上上禮拜的那個範例先打開來 如果你有存檔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開我的 OK OK